披上美国国旗开心拳写在脸上 背号7号的杜兰特是这一次东奥南篮夺下金牌的大功臣 光是他一个人冠军战轰下全场29分 最后是以87比82击败法国 美国队完成四连霸 总算把开幕战输给法国的前尺扳了回来 上半场打完杜兰特就独拿21分 美国队以44比39领先法国 下半场杜兰特接管大局 持续堆高分数 其实杜兰特在金牌战前已经拿下95分 而在出战法国拿下全场最高29分 本届赛事累计124分 成为美国篮篮史上首位三度参与奥运 每届总得分都超过100分的球员 超越Lebron James和Jordan的记录 确实Karen Wren在不管是整个奥运的赛事 或者是在冠军赛的表现绝对没有话讲 因为他成功带领了美国拿下了东京奥运的金牌 那也是三度拿下奥运金牌的球员 不过这场战役不简单 首战美国对上法国 原本最后3分40秒 美国是以74比67领先法国7分 但是后来美国失误连连 最后以83比76被法国逆转胜 想不到金牌战再强碰美国成功多回胜利 特别的是奥运南篮赛程通常是打完铜牌 开打金牌 不过这一次就是金牌战先登场 原定台湾时间7号晚间6点开打 也就是美国的7号早上6点 但是考量多数美国民众可能起不来观战 于是调整时间改成台湾早上10点半 也就是美国的周五晚间10点半 这时间是法国的凌晨4点半 也让许多法国人对于这样的安排 相当不服气 TVBS新闻六网兵神奖和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